各位媒體朋友 香港民眾為了爭取真普選 而進行戰免中環和平抗爭的活動 遭到香港政府強力的驅離 而且現在整個抗爭的行動還在持續當中 我們對於在整個過程中 香港政府的強力驅離 對於人民為了爭取民主而遭受到政府的傷害 我們感到很痛心和憶憾 我們呼籲港府必須要高度的佈置 充分的保障香港人民集會遊行的權利 不要讓傷害繼續發生 此刻的香港正走到歷史的關鍵轉立點 一年多來 香港民眾為了推動民主改革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行動 從戰中公投七一遊行 到近期由學生發起的罷課 以及佔領中環的活動 勇敢 堅定 大聲地表達出他們的決心和訴求 從媒體傳來的畫面 在抗爭的現場 很多香港民眾拿的雨傘 戴著防護件和口罩 用來抵擋警方釋放的催淚瓦斯 與胡椒水 一張一張的雨傘 是人民用來抵擋政府壓制的唯一工具 這一種震撼人心的畫面 是被國際稱為香港的雨傘革命 它展現出來的是香港人民堅強的民主意識 跟堅定的意志 也必然在香港種下更多的民主種子 未來也必將改變香港 民主 人權和自由是部分國界的普世價值 追求民主是人民的權利 不應該被國家限制 剝奪 甚至用強制力壓制 我們要呼籲香港政府及北京當局必須自治 並且正面積極回應人民的訴求 啟動民主的改革工程 我們也要呼籲國際社會應對此事持續表達關切 並透過聲援和行動 來支持香港人民爭取真正的普選 民主進步黨將持續聲援 力挺香港的民主 支持香港人民以和平的方式 爭取民主 堅持到累 前幾天是民主進步黨創黨28週年黨慶的日子 將近30年的時光裡 台灣從走過民主發展和轉型的過程 當年因為民進黨不畏艱辛和困難 帶領了台灣的社會爭取民主改革 終能實現總統實選 落實民主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根基 台灣也因此成為亞洲民主的先驅和燈塔 正因為此因民主的成果來之不易 台灣人民格外珍惜我們所擁有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們絕對不會輕易讓它受到傷害或侵蝕 也絕對不容許外力阻礙台灣民主的發展 台灣和香港互動非常密切 中國的因素對香港和台灣都造成巨大的影響 因此有人擔心 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灣 這種憂慮既來自於 對北京當局不願證實兩岸政治現實 始終不放棄鼓勵統一台灣的企圖心 也來自馬政府不能堅守立場 不顧台灣民意的種種反民主行為 即便如此 我們對民主思潮和民主價值有堅定的信心 主權在民 人民當家作主 才是可長可久的國家治理基礎 從過去20年民主浪潮席捲亞洲和全世界 讓我們堅定任何違反民主的統治方式 中南抵擋民主的潮流 人同死心 心從此理 我們對台灣的民主有信心 我們對香港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 與決心 也有期待 只要我們相信民主 堅持民主 相互打氣 彼此聲援 民主潮流將無可抵擋 民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終將會實現 以上是民進黨今天在就香港的戰中行動 聽取簡報之後 我們經過討論 希望對外界表達民主政治黨 對於香港這次戰中行動的立場 謝謝 謝謝蔡英文 蔡主席 那有關於戰中香港人真民主的 這個相關民進黨的 是的 是的 這算是 我們在iga 壓迫 在這陣子中 都贏得 不是 是